今年1月6号大批示威者攻陷美国国会大厦时的最新画面曝光 只见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在维安人员引导下要前往安全处避难 后头一名特勤人员左手提着俗称核足球的核武发射器手提箱紧跟在后 还好这个副总统专属的核足球没落入暴徒手中 否则后果肯定无法想象 至于前美国总统川普的二次弹劾案在参议院的审讯持续进行 川普的辩护律师重申 1月6号川普对支持者的演说并非煽动暴力 川普的辩护律师举证fight这个字眼在许多政治演说上都能听见 无数政治人物都用过fight来作为政治比喻 川普的律师批评民主党追杀式弹劾的猎物行动 完全不符合事实与美国国民的利益 对于参议院表决定罪弹劾案在即 川普倒是老神在在继续在佛州打小白球 看起来心情没受影响 不过纽约时报却报道 其实川普去年确诊新冠肺炎时 病况远比外界所知的还要严重 一般血氧浓度降到90就已经是重症 但当时川普降到80多 还出现肺部净润的情况 几乎是鬼门关前走一遭 记者继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